我們今天的主軸會有兩個軟體 一個是OBS 就是這個 我講的所謂的虛擬攝影盆 虛擬攝影盆 那第二個呢 因為OBS本身沒有提供剪接的功能 所以我們剛剛請各位來這邊 您剛剛是不是有到老師這台電腦或另外一台對不對 我這邊沒有起來齁 我要找另外一台 來 這一台 剛剛這一台我們不是有下載幾個東西嗎 對不對 那麼 我剛有提到的齁 我們會用到這兩個 一個叫OBS 這是虛擬攝影盆 這免費的 好那 另外一個就是 剪接 事實上它算是數位教材製作的軟體 叫Active Random 那麼它的影片剪接功能是完全免費 而且跟各位最熟悉的那個軟體 很像 叫做拋棍 所以 這兩個合起來 就可以符合我們今天的需求 那 下面這個練習素材 是方便各位用 其實網路上我有幫忙雲端硬碟 只是怕說各位在下載的時候 大家那麼多一起下載比較慢 所以就先放在這邊分享 所以如果你回去的時候就從 等一下雲端你會看到 雲端硬碟的分享 再來 是有 不小心 萬一 你的影片格式 他們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麼 才需要做所有的轉檔 動作 所以我也多準備 所以我準備這幾個 那 等一下呢 你就安裝一下 那剛剛有同學說 他裝起來之後 裝不起來 OBS 在這裡 我們這邊我剛有試過 應該是裝得起來 但是如果你是用自己的電腦 請你多安裝這兩個 如果安裝不起來的時候 他告訴說有問題 你可以多把這兩個元件把它安裝起來 這樣 瞭解嗎 好 所以 裝完之後你再來執行這個 主要程式就可以 好這個是我們今天主頭上的 那 講這樣子 可能大家還是怎麼樣 沒有印象 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我今天還有帶這個 各位 你以為今天是來健身的嗎 請問這個是要幹嘛 曬一架 對啊 曬一架 等一下 就是要麻煩大家 因為 既然叫虛擬政府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那個 訊息裡面這個內容 往下走 你知道 現在老師上課很辛苦 要到 這個 我們上課有搬到那個 展覽的會場 就被當成動物你知道嗎 有沒有去過動物園 就在裡面看表演有沒有 上課就在那邊上 然後管他的反正走來走 我繼續上我的 然後這個給你看一下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做的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做的 這樣知道這個要幹嘛了嗎 我們要做的 結果 要給我們做一個 是要講的 好 裡面進來吧 好 後面就把它交給 現場這樣子 这样可以吗 你应该知道你家里 这边多让没关系了吧 这样有没有信心 蛤 你如果万一真的想 走网红这一条的话 总算要找到一张明灯了吧 好 其实现在说真的 要做这样不难 我们刚那就可以完成 真的真的 所以现在麻烦各位 你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你把安装起来 因为我刚刚有试过 就是我们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档案 我刚还没有扣进来 你就先安装一下 有问题的记得 把刚刚另外那两个安装一下 好不好 来 帮给你咯